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什么呢 我在研究汪汪今天给我的资料 哥 你真觉得 是放红声陷害你们的 错不了 汪汪试探过他 明显地感觉出他对我的恨意 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恨我 你知道吗 你怎么不知道 中午一起吃个饭吧 我想跟你聊聊 好啊 那中午见 中午见 怎么了 我想问你 之前我哥和汪兆 本来打算联合起来对抗那个杨副总 这件事是不是你透露给杨副总的 还有之后 诬陷他们俩贩卖公司资料 是不是也是你鼓励杨副总这么做的 这个谁说的 怎么可能是我呢 你别管是谁说的 之前 所有参与这件事的人本来都是支持我哥的 但是后来杨副总分别找他们谈了话 他们才决定改变做法 而这些人当中只有你没有表态 杨副总也没有找你谈话 还有好多人受到了排挤 可是你呢 你却坐上了总监这个位置 之前这个位置是由让余亮来当的 怎么会突然变成了你呢 这些人平时跟我哥 关系都很好 没有任何过节 是因为我吗 是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很简单 你们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了 他居然还假装地去鼓励我 打了疯子去追求你 结果害得我在全公司面里的人丢进了脸面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那是个误会 我是为了避免别人纠缠我 才假装跟他在一起的 对 事后我也曾经后悔 但是我清清楚楚地知道 你想不到 而且你为他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我不相信他一点点感觉都没有 那他只有一种可能性啊 就是他假装不知道 你还是误会他了 他不是假装不知道 他是真不知道 我们俩从小在一起长大 在他心里边 我就是他妹妹 而且我也 好了 你什么话也别说了 我自己认定的事情 我一直会做下去 我一直会做下去 就像我认定 我要追求你一样 即使你现在恨我 我依然会这么做 对不起 我先走了 既然米恩都已经怀疑我了 没有理由 徐悦和汪赵斌不知道 喂 我行 我马上过来 来 基础方案基本确定了吗 确定了 把所有的方案的规矩于架拿给我 没问题 还有三天就要竞标了 这一次我们必须要成功 你放心绝对没问题 我之前打探过了 他们这个项目是由许悦负责的 我太了解他了 所以我这个方案就是针对他的弱点做的 所以我们的胜算很大 以前是那么好的朋友 现在居然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也没有想到 既然他对不起我 就别怪我对不起他 我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好 要是 我 你 你 没想到今天 我们终于变成了竞争对手了 既然是对手 必须全力以赴 那是 既然是竞争 有人赢 有人必须要输 如果我输了我会祝福你 希望你也一样 那当然 今天是最后一轮竞标展示 哪家公司先来 那就我们公司先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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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结果还没有公布 但我想一份花三天时间准备的技术方案 和我们花了近一个月时间精心准备的方案相比 胜负已经很清楚了 还想向您请教一下 你为什么那么恨我 来 为咱们庆祝啊胜利拿下这个项目 并且好好教训您下房屋生 且间接地打击一下杨诗人和余亮 来 老大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还有另外一份方案还准备了近一个月 难道你一开始就没打算用我们那个 也不是 原来呢我是打算让您了解一些情况 但是后来我觉得 这样是可以起到更大的错 也就是你拿我当幼儿 演幼放红声上钢 对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我告诉你你就演得不真了 你又不是专业演戏的 包括小妮我也没告诉她呀 所以她才会去质问方屋生 方屋生才会下决心临时修管方案 也就是说我和汪汪都被你利用了 这个不叫利用 你们都是我最信任的人 我才会让你们这么去做 你们这是在帮我 帮我 我们心甘情愿那叫帮你 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 这就是利用 你是不是太大了 明天 算了算 这件事也算皆大欢喜 老大 我什么时候能去你公司上班啊 不急 再等等 你看啊 因为我突然有了一个更好的想法 你们公司在阳市人的带领下 全面改变了业务方向 这和我们公司的主营业务类似 而且我们两家公司的实力规模 都是相同的 这预示着什么 预示着我们的目标市场是相同的 我们之间必然会有非常激烈的竞争 所以呢 所以我准备让你在公司继续潜伏下去 无间道 老大 我这身份已经暴露了 我怎么可能再回去呢 这就是精妙所在 我给你分析一下 我今天演示方案的时候 我特别留意一下房屋生 他期间很多次观察过你 但是你经验的表情让他觉得你根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 这也就是你继续潜伏下去的机会 你可以去找他 你告诉他 你知道被我利用了 你过来质问我 然后我们这些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关系进而决裂 再一次应当他轻人 老大 你谍战剧看多了吗 我现在回去只有死路一条 你不了解房屋生 房屋生是一个自私的人 自私的人有什么通病啊 他觉得所有人都像他一样自私 所以他非常有可能相信你 你知道吗 你回去试一试 不行也 也不会怎么样啊 老大 你差不多得了 又不是打仗 你耍这么大心机干吗呀 我告诉你 你给我记住了啊 职场如战场 没有区别 你知不知道汪汪现在在公司是什么样的处境 你还让他继续待下去 这有什么关系啊 我帮他在我公司 再领一份薪水 两份薪水 一份工作 这多好 老大 我不稀罕两份薪水 我只想跟着你干 我踏实 我们现在就是在一起干哪 只不过不在一个地方上班 这两份创意我都看了不错 另外一份创意你们构思好了之后到时候拿给我 好 好吗 嗯 你还在呢 是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你怎么有脸还待在这儿呢 我 其实我也被骗了 我也不知道老大 许悦她准备了另外一份封案 然后呢 然后你就想说为了这个事 你跟她大吵了一架 从此以后你们兄弟两个人翻脸了 所以你不去许悦的公司了对吗 你说你是你自己蠢哪 还是你蠢呢 让我相信这些都是真的 你没必要这么说话吧 那我应该怎么说 我应该夸你是吗 我明白了 我辞职 叛徒 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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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儿还没到总共吃饭时间呢 提早下班了 我提早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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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力了 你不就在隔壁大厦上班吗 我经常来有的人吃饭 是 别洗了 那吃点什么 你 还给我来这个B套餐 把可乐给我换成啤酒 行 我先去下个蛋 今天我请客 谢谢老爸 客气什么 你照顾我生意这么久 早该请你吃一顿吧 进来 进来 冯总 你找我 跟我走吧 来 菜来了 行 你 你们这儿还是喝一杯呗 行 就喝你了 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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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的 没啥事儿 我想找个临时工先干个 那怎么不找份证事呢 我一个兄弟 在另外一个公司干净好 我过段时间就投奔他去了 我这儿也闲不住 我先找个临时工 也方便 随时说走就走 那我多得问一句 你介不介意跑堂的活儿 不介意 我现在有活儿就干 那行 我现在正儿缺一个服务员 你要是不嫌弃你就先坐着 工资呢每天结 你要是想走呢随时就走 你看还是嫌弃 不是 老板 这儿离我们公司太近了 哦 怕以前同事看见 那还是嫌弃 那算了就当我没输了 不是 老板 我干 孙总 你换车了 这辆车可不是我的车 这是你的 我的 这就意味着明天 你保镖间司机的职位 要被我炒鱿鱼了 专心负责公司的事吧 这辆车是公司专门配给你的 对 好了 先试着车 最后一次司机的任务 送我去万总的工作室 晓琳 汪汪呢 她几天前就辞职了 我不知道吗 辞职了 这辆车 连续食堂 是中餐冰淇淋 好 可以去哪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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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去冬餐开前面吧 虽然那里味道一般 但是既便宜又干净 真是 许иях做的事 许区 务员 四个一趟餐 好 四个一趟餐 等等 我以为是谁呢 声音这么耳熟 原来是你呀 是我 等等 不怎么 我听说许悦不知道 哪个公司当总经理助理了吗 怎么让你当个跑堂的 是不是不要你了 之前还说什么共进退 现在人有了心去处 把你甩了吧 就是 这是饭店 吃饭的地不放屁的地 你说话注意点啊 我们是顾客 不知道顾客是上帝啊 好 几位有什么需要吗 有 你看啊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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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哒 把它给我擦干净了 快点 哈哈 怎么不服气啊 你这一个跑堂的 这就是你的工作 有什么不服气的 是不是很生气啊 生气你就发出来 不过到时候 这个跑堂的活儿 恐怕也干不成喽 林亮 够了你 有人替你出头了啊 我说你一个大男人 怎么着一个女人替你出头啊 你也太没出息了 你有完没完 谁人 这就是个窝囊废 我干吗呀 我还没骂够呢 没必要 但是工作第一天 就只要有这结果 没必要跟你动起来 你倒是心态好啊 我还没问你呢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再要呆着也行不住 打了两天零工 那也没必要到这儿来吧 五哥知道吗 老大要老大的想法 没必要干嘛 我在这儿挺好的 你吃饭去吧 喂 小妮 快点下楼 干嘛 你别问那么多 赶紧下来 你叫我下来干嘛呀 车 多漂亮 多棒啊 这是你们公司新给你配的 对 行不 还行吧 你这个人小小年纪 城府如此之深 何必压抑自己的热情呢 那我应该怎么说呀 我应该假装 什么都不知道地问 这是谁的车呀 然后你很得意地说我的 然后我再兴奋地问 这车好棒啊 我是不是这样说你就高兴了 你真没劲啊 真没劲啊 我是没劲 有什么事你过去说 你到底什么意思 说清楚行不行 你现在只顾着自己开心 你有没有想过汪汪怎么样 他不是回去上班了吗 还要怎样 上什么班呀 他都已经辞职一个多星期了 现在在一家快餐店打工呢 这小子回去演个戏都演了好 演戏 演戏 演什么戏啊 你真以为让汪汪回去告诉方红生 说你们俩闹掰了 方红生就信啊 行不行都得试试吧 我不管啊 你明天就去找汪汪 让他去你们公司上班 这事不能急啊 我现在在公司处于一个上升的势头 我必须给老板留下个好印象 我现在往公司安排人 这会让老板觉得什么 我刚有点权力 开始经营自己的事 我跟你说 之前技术部总监 就是因为这样 跟老板产生了格格 这是老板的大忌 我之所以在公司 能够受到老板的重用 那是因为在老板眼中 我是一个忠心耿耿 不谋私利的人 那你什么意思啊 就让汪汪在快餐店 当个跑堂吧 你知不知道 汪汪一直以来 都在替你着想 可是你呢 你有替他想过吗 你还拿他当兄弟吗 兄弟不是挂在嘴边的 我知道 他最近不是没钱吗 不是要交房租吗 我现在收入也还行 过段时间可能会升值 还会加薪 我过段时间给他点钱 给他点生活费 交房租 完了 你真以为汪汪 图你那点钱啊 是因为他认定了 你这个人 他想跟你在一起奋斗 他之所以在外面打工 没去找份正式的工作 就是因为他觉得 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和你在一起工作了 我不是不方便吗 他不能什么事都靠我 他不能依赖我 我也很累的好不好 他如果自己 有能力找工作 那就应该去找 他干吗非得等着我这边呢 你这是一个朋友 该说的话吗 罗罗 罗罗 不好意思 打扰你 我来就想告诉你 你因为我的事跟 徐岳畅 没想到我们之前骗方胡生的理由 真的发生了 萌萌 行了 你该说的都说了 我不聋 不用劳烦你再说第二次 萌萌 我们俩刚才其实是 我只想再说一句 徐岳 你真的很失望 萌萌 萌萌 progress 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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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的事你别往心里去 昨天是因为我跟我哥大吵了一架 她情急之下才说出那些话的 其实那不是她的本意 你了解她的 敏恩 你不用再解释了 其实她也没错 我不应该总依靠着她 她也没必要 照顾我 我知道 其实你不是想依靠她 你只是想跟她一起 敏恩 你真不用解释 我知道你一直喜欢着老大 一直爱着她 一直为她默默地 做了不少事情 原来的许悦 你可以为她做这么多 但现在 梦梦 你千万别这样想 她现在只是因为 一些事情想不通 所以才会 敏恩 你真不用精神 你放心吧 我在这儿干不长久 我还是要找个工作 你先去忙吧 梦梦 你干吗老跟动物园看猴似的看我呀 你干吗老跟动物园看猴似的看我呀 不就是王庞的事吗 这小子就是你长不大的孩子 过两天就没事了 你们公司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 对了 我还要跟你说呢 我发现我最近啊 越来越能够掌握我老板的心思了 因为我觉得 她这段时间好像对公关部的经理不是特别满意 但是我吃不准她是想把她换了还是怎么着 你想 如果是这样 我赶在她之前把这事替她办了 她得有多欣赏我 公关部经理不称职啊 不知道 公关部经理跟你有仇啊 都不认识她 那公关部也不是我负责的 你就想着辞退人家 又没有想过把人家辞退了 她以后怎么生活啊 我干吗老想着别人怎么生活呀 我是不是也得想想我自己怎么生活呀 别人的事我不用负责 就像我的事不用别人负责一样 你的事不用别人负责 对 在这个世道生存 人只需要对自己负责 你在哪里 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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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大早晨就不见了 来了 你怎么来了 是不是离家出走啊 我在你这住几天啊 什么情况啊 怎么了 给我喝口水 别提了 我昨天晚上跟我哥大吵了一架 我真不明白 他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自私自利不管不顾 你再怎么说汪汪也是他这么多年的兄弟 人家汪汪什么事都替他着想 就连汪汪辞职了都不愿意告诉我哥 怕我哥替他担心 可是他呢 他现在只顾着自己开心 别人什么事他都不上心 对了 前两天公司给他配了一辆车 你没见给他买的呢 屁颠屁颠的 他还大言不惭地跟我说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只需要对自己负责 你听听 你听听 这说的是人话吗 真的 我现在都觉得 他的人生观 他的价值观都在改变 你刚说汪赵斌辞职了 对啊 现在汪汪在我们公司旁边的一家 快餐店打工呢 真的 这平时不遇事 你是看不清楚一个人的 这一遇到事 我算是看清楚了 以前我一直都觉得汪汪最不靠谱 但是现在看来 最靠谱的就是他了 你自己好好把握吧 你怎么又说到我身上了 我是认真的 你好好想想 你 你手机都关机了 就真不打算离许悦了 不离 不离 我去找回给你 不用了 discussed 我带你去找回给你 随便 那我接了 喂 许悦 晓妮 晓妮在我这儿呢 她问你回不回去 不回 她说她不回了 好 放心吧 她说什么呀 她 她说 让你在我这儿住几天 就说这一句 没再问别的 你说这什么人啊 我都离家出走 她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好 你都已经到快餐店门口了 为什么不见他呢 我想他肯定还是不愿意 让我看见他现在的样子 所以才不来找我呢 等他想来了 自然就会来的 你这么懂他 这么体贴他 那看来你们俩也算是心灵犀了 你别说我了 还是赶快想想你和许悦的事吧 不管了 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来了 先生您的外卖 三十 三十 我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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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大姐能别晃悠了吗 这都已经三天了 你说他还没来找我道歉呢 你该不会是想回去了吧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现在走了 就前功尽弃了 不行 我必须得回去找他说清楚 回来了 吃饭了吗 我问你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没想怎么样啊 你就不被你自己做的事情内疚吗 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堕落下去吗 我堕落 我是吸毒了还是嫖娼了 我也没入黑社会 我也没入邪教 我这到头了也就算是自私 那你就准备自私下去啊 对啊 我做了三十几年的好人我得到了什么了 我现在不过自私了几十天 我就做到了我从来没有做到过的位置 我拿到了我从来没有拿到过的薪水 这样不好吗 可那不是凭真本事挣来的 你这算说到问题的重点了 我有本事 可是凭我的本事挣不来这些 我现在只需要揣摩好老板的心思 顺着老板的心意做 再说一些溜须拍马的话 我就能获得现在的一切 你说这些伪心的话 心里就不觉得难受吗 难受 一开始是个点不太适应 但说着说着就习惯了 你以前 你别再跟我说那些大道理了 谁也别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对我进行抨击 我已经看明白这一切了 你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你那样做 有一天你自己都会后悔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后悔不后悔的我不知道 我就知道我现在很高兴 觉得很值 那你是不是准备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惜牺牲身边所有人的利益 可以 如果有必要的话 所有人都可以牺牲 除了我爸 那我呢 你回答我啊 我已经说了 我还在讨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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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总 这是您要的资料 好 谢谢 没事 冯总 情绪不高 怎么 发现什么事了吗 没事啊 真的没事 真没事 您找我有什么事 你现在呢 已经是助理总经理了 不能光考虑技术部门的事情 公司其他的事情 我希望你也多考虑一些 你看一下这个 这是市场部要做的一个推广活动 我知道这些你可能有些深疏 不过有什么不懂的 尽管来问我 我会帮助你的 好 好 好 我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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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